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本科教学要求的不多 所以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小脑的位置 小脑位在哪呢 大家看这是一个颅腔 颅腔的脑 端脑的部分大家看到了 那么在端脑的枕叶和小脑之间有一个小脑木 这个小脑木 那么小脑木的上方是枕叶 下方就是小脑 小脑的前方就是我们看到的脑干 脑干特别是脑桥眼水的部分 所以呢 小脑的位置一句话 位于在颅后窝里 这是颅后窝 对吧 位于在颅后窝里 它的前方是脑干 也就是位于在颅后窝 也就是位于在脑干的后方 它当然跟端脑一样 在表面也有三层背膜 这张图啊 表示是脑的表面的三层背膜 这后边呢 我们再有专门课程讲的部分 我们看那个小脑的位置很简单 小脑的外形我们要观察它呢 我们可以看到小脑的上边的这个面 也就是说我从这个方向来看小脑什么样子 然后再从下面这个方向看小脑什么样子 那就说把小脑分成了上面和下面 这个就是小脑的外形 这个图就是从小脑的上面所看到的小脑 这个图呢 是小脑的下面所看到的小脑 当然这是前啦 这是后 对吧 前后 那在小脑的表面我们明显能看到 中央有一个类似身体的部分 像湖底的身体那部分 这部分我们把它叫小脑隐 小脑隐 小脑隐的外侧 这是小脑半球 一对半球 叫小脑半球 在小脑的上面上我们看 这有一个比较深的裂系 这个裂系 我们把它叫圆裂 圆裂 以圆裂为界 把小脑上面能看到前方的部分 叫做小脑前叶 后边的这些部分 我们叫做小脑后叶 所以在上面看的很简单 就这么一个深的裂系 当然这还有许多小的勾回 分出来许多小的叶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说的 在小脑的下面上面 大家看 这个是相当于眼部 小脑的眼部 然后这是半球的部分 那么在下面我们看 这也有一堆 这么一个裂系 这个裂系 这个裂 这个叫后外侧裂 后外侧裂 然后在这个后外侧裂上 在这个裂系上 我们看 这也有一个图出来的 叫做熔球 这边熔球是这个了 那么中间这部分呢 是小脑眼部当中一部分 叫小姐 叫小姐 那么把这个熔球和这个小姐 相联系了起来 又想了呀 给它们相连 在功能上 他们是管平衡的 那么这个呢 熔球小姐叶 就叫熔球小姐叶 这个很像啊 咱们东北农村呢 这个农民冬天干活的时候 动手 戴个手套 这手套呢 两个手套 怕它丢 中间用一个绳 把它穿起来 挂在脖子上 这小姐相当于像脖子似的 是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呢 专门出来一个叶 叫做熔球小姐叶 它是管平衡的 然后我们看在下面上 靠近 眼部这个点 也就是靠近内侧 我们看这儿啊 有一个突厨的 这么一部分 这边也是突厨的一部分 这个我们把它叫小脑扁桃体 小脑扁桃体 这个结构啊很重要 这个结构为什么重要呢 我们看 它在下面靠内侧 在这个地方 它正好前方就是崖水 对吧 崖水 崖水下端就是脊髓 那针骨大孔在这儿 所以这个小脑扁桃体啊 是最下方 有最前面的这么一部分 到我们这个颅腺内的压力真高的时候 这个小脑扁桃体呢 是最挨压受压 它受压严重的时候 最后这个扁桃体可以压迫它前边的颜髓 甚至从颜髓这个所在的这个椎管 下边这不是椎管了吗 掉到这个椎管里 就是通过整个大孔 啊 坠入到这个椎管内 这就形成严重的 叫做小脑扁桃体散了 啊 所以呢 这个叫小脑扁桃体 这个节奏我希望大家在实在是啊 看标本的时候要注意看一看啊 这个小脑扁桃体 这是小脑的外形上 我们就简单呢 看这些结构 其他还有一些小的钩啊 小的灰啊 什么的啊 小的叶啊 我们都不详细说的啊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啊 这部小脑下方的这个扁桃体 你看 从这图上看的前方是颜水 对吧 这个结构我看好 啊 下边说一下小脑的飞叶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 以圆裂为界 小脑可以封为前方的前叶 前叶 啊 这叫前叶 后方的那叫后叶 啊 这是在 上面上我们看到 是以这个圆裂为界 如果从下面看啊 从下面看 刚才我们这个图上啊 看在下面看 那就是后外侧的位置 基本上是他位置 前方的是前叶 后方的是后叶 对吧 所以这个飞叶啊 小脑很简单啊 啊 那么除了这两个叶之外 你刚才我们说的 有个容求小解叶 因为在功能上它很重要 大家知道小脑是平衡的 那具体说是这部分光平衡啊 啊 和脊髓脑干一样 我们讲了外形位置之后 重点要说它的内部结构 啊 小脑的内部 也同样是灰子和白子构成 啊 当然我们在总论章当中就提过 啊 这个小脑的白子呢 叫随子 啊 那么 小脑的灰子是怎么存在的 它以两种形式存在 啊 大家看 这是一个小脑 啊 小脑 小脑的表面 我们说过 是皮子 对吧 是表面的灰子 我们称为叫皮子 啊 那么皮子当然是灰子一部分了 啊 除了这个皮子之外 就是小脑的白子当中 也就是随子当中有身经核 啊 有身经核 所以呢 灰子是以这么两种形式存在 一个是形成皮子 一个是形成身经核 那么小脑的皮子呢 大家在组织学上会看到 它有三层结构 就是分子层 黎状细胞层 和颗粒层 啊 这是一个小脑的这个 小脑一个叶片的水平前面图 啊 在这里呢 大家看这部分 表面的这部分啊 这部分呢 是分子层 啊 这表面的 分子层的三面啊 比较非常特点 图属的 大的细胞啊 叫做黎状细胞 啊 这些细胞 嗯 叫做黎状细胞层啊 也叫 普世细胞 普世细胞 是吧 这层细胞 可以说是小脑当中最大的细胞 而且呢 排列的非常规则 啊 形成 黎状细胞 在他的三面 是颗粒细胞 啊 颗粒层 所以 他的表面呢 呃 小脑的皮子啊 非常简单 非常规则的排列为三层 这大家大家在组织学校在 想应一下 看看小脑的这个切片 就知道了啊 啊 皮子啊 很简单 我们就说这些 呃 刚才说过小脑的 灰子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 是神经核 因为他在小脑内 我们把它叫小脑核 那么这个是 小脑的 一个切开的断面 我会看到 这两边是小脑的半球的皮子 啊 这个白色的部分 都是小脑的水子 对吧 这水子 在水子内大家看 这有啊 这么几个核 一个是 在中央的 这不是眼部吗 啊 靠近中央的这堆核 我们把它叫顶核 啊 这是一堆 然后呢 在他的后外侧 这有一堆 这个啊 这个叫球状 啊 球状 球状 球形 然后在他的后方 这个叫酸状 酸状 这个球状核和酸状核 又合成为叫中间核 有的书上说中间核 就是指球状核和酸状核 然后在这几个核的外侧 成巨尺状的比较最大的核 这个是小脑的尺状 所以小脑呢 我们会看到啊 有这么四个核 啊 四个核 这四个核啊 它们的功能上也很重要 后边我们会提到它啊 这是啊 小脑的灰子 非常简单 一个皮子 一个核 是吧 那么小脑的水子呢 那刚才我们在这个前面上看到这些白色的部分都是水子 啊 因为小脑啊 它是前方是跟中脑脑桥颜水相连 啊 相连 那就说中脑脑桥颜水 分别都有想一处进入小脑 或者说从小脑出来到中脑脑桥颜水去 啊 那么形成了小脑的三对脚 叫小脑脚啊 其中的下脚 我们看这个是下脚 啊 这是下脚 这边这不是小脑吗 这是下脚 这个下脑跟哪来的 主要是跟脊髓来的 这不是脊髓吗 脊髓上升的 我们知道脊髓上升的脊髓小脑后竖 就形成了小脑下脚的主要模 当然不光它了 还有别的一会会提到啊 然后大家看 这是中脑 这不上丘下丘吗 中脑下方这块是脑桥 从中脑脑桥下来的往小脑上去的脚 这个叫做上脚 啊 这个上脚又叫做解合壁 解合壁 而这个下脚呢 叫绳状体 啊 那么这块呢 我们把小脑啊 这块切掉一部分 切掉一部分 看就这个切断断肠 这个正好是脑桥的桥壁 啊 脑桥的桥壁 啊 那么所以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中脚啊 也叫桥壁 啊 桥壁 所以小脑的脚当中有这种三对脚 这三对脚啊 就是下脚 叫绳状体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刚才我说了 它是由脊髓上行的 脊髓小脑后竖 在我们在讲脊髓的时候曾经提过 它是传达到小脑的啊 非意识性的本体感觉啊 脊髓小脑后竖 是吧 那经过下脚进到小脑 除了这之外 我们在上一节讲 下橄榄盒的时候 讲脑干的 非脑神经科 不说脑 颜水里有个 下橄榄盒吗 下橄榄盒发出的响味 交叉到对侧 经过小脑的下角 进入小脑 这个叫橄榄小脑树 啊 橄榄小脑树 这个就是 小脑下角的 啊 揣入响味 这个所谓揣入响味 就是外小脑上传的啊 揣入响味 但是这个下角里还走行着 从小脑回到颜水来的 所谓传出响味 那就是小脑发出来响味 到我们的前庭神经核上去的响味 叫小脑前庭响味 啊 那么大家知道 前庭神经核是在脑桥里边 对吧 那么前庭神经核和小脑之间实际上 有往返的响味练习 这里写的是 啊 从小脑回来的 实际上从前庭神经核也有外小脑去的 啊 所以 这个 往返的 啊 小脑和前庭神经核之间的 往返的响味 都走 走在 这个下角内 所以下角内的响味啊 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 但是最主要 我们一般说的 应该说 脊髓后树 和小脑前庭之间的响味 是吧 这是啊 小脑的下角 神状体 小脑的中角 刚才我们说了 是桥壁啊 桥壁 桥壁里边主要还有 从小 从这个脑桥 往小脑去的 脑桥小脑想 我们在讲脑桥的非脑神经核的时候 提到脑桥里边有桥核 脑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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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受了端脑的 蛾叶 枕叶 捏叶 顶叶 下行的所谓蛾桥树 捏桥树 枕桥树 枕桥树 顶桥树等等 这些到桥核去的响味 那么在桥核交换完 申请完以后 从桥核发出响味 就叫桥小脑响味 他们走在中角内 进而到小脑去 所以小脑的中角的当中 最主要的是这个脑桥小脑响 也就是说从脑桥外小脑去的 有没有从小脑外脑桥来的呢 也有 这里没有证明 我们就不说它了 所以这个传组响味也比较少 这是中角的情况 小脑的上角 也叫解核壁 小脑上角啊 我们一般把它理解成是跟这个中脑相连 跟中脑相连 那么从刚才我们这个图上看到 跟中脑相连就是这个上角 是吧 但是我们在脑干后面看的时候 看到这个上角的时候 往往是在脑桥的菱形窝啊 那个上边那个地方 能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解核壁 所以有的书上 把这个小脑上角啊 说成是从脑桥发出来 因为咱们一般说的 你看这三个脚跟三个部分相连 是吧 那么把它就理解成是中脑啊 比较合适 事实上它确实也是从中脑出来 只不过是在走在往小脑去的过程当中 是在灵性窝的上半那块儿 是吧 那个边那个地方 是吧 所以呢这个叫解核壁 这个解核壁里边还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说过从脊椎来的有脊椎小脑后处 还有脊椎小脑前处 它是一直上升到中脑 然后经过上角进入到小脑 所以叫脊椎小脑前处 我们这里写的这个脊椎小脑前处 也就是小脑上角的传入下来 经过中脑以后到小脑去 它也还有从小脑往中脑这方向来的想法 那就是小脑的中央核 我们说的小脑的中央核啊 刚才不说小脑有那么多核吗 从那些核发出来想为 它们要到中脑的红核去 甚至可以到尖脑的秋脑去 这样的想为 也就是说从小脑往中脑的方向走的 就是说在这图上能看到 从小脑往中脑的方向走的 这么走的 这个呢 也有这部分 所以呢 这个都是上脚结合并 所以我们要知道小脑三个脚 脚内都还有哪些想为核 进而理解 小脑和颜水脑球中脑的关系 所以 这个小脑自身本身呢 没有什么 它主要是因为跟脊椎也好 上边到脑干的这三部分 都有联系 所以呢 它的作用都是通过它们来实现 那么小脑的内部结构我们说完了 那小脑的功能 从功能上 我们把它做一下分区 就是说我们理解小脑啊 它的功能 我们可以从小脑的 这个分区上来理解 首先呢 这个第一个标题列的是前庭小脑 叫做前庭小脑 在发生上比较原始 最原始的叫原小脑 原小脑 这部分小脑呢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容囚小姐业 就在这里看到了 这不是容囚吗 然后通过想为相连 跟小姐相连 这个页 它是管平衡的 它为什么能管平衡呢 它怎么能管平衡呢 我们看这里有一句话 就是前庭小脑啊 这个容囚小姐页啊 通过 与前庭神经核的往法相违联系 刚才不是说 它跟前庭神经核有往法相违联系吗 通过这个往法的相违联系 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啊 有平衡 维持体态知识 协调眼球的运动 怎么能实现这样呢 因为前庭神经核大家知道 我们这里啊列一个表 大家看一看啊 这是前庭神经核 这是我们说的容囚小姐页 就是前庭小脑了啊 它俩之间呢 我们说啊 有下脚相连 那有前庭神经核往小脑去的 也有小脑往前庭神经核去的 这样的 所谓前庭小脑的往法相违联系 那么这一联系以后呢 你会看 它就跟前庭神经核联系上 那么这个前庭神经核呢 那我们啊 上一次课讲过 它可以 有前庭脊椎树 前庭神经核发出 想要往下边来 到脊椎去 那前庭脊椎树 这个树 是专门控制躯干基于的 这个 运动神经元件 主要 还是感动神经元件 然后呢 它还发出内侧种树 刚才不是说 在中线两旁 上行下行 到仰外级运动神经元 还 还到 进步的 神经元 运动神经元 那就是说 这样的 从图上 我们大家看 这是代表前庭小脑 就 永久小姐夜的地方 这是代表前庭神经核 你看 它俩之间 前庭小脑 往这儿 神经核这儿来 有效的 前庭神经核发出来 往小脑这儿也有 那么前庭神经核本身呢 往下来 组成前庭脊椎树 看到没 那进而控制脊椎前脚了 是吧 那还有呢 前庭神经核发出来 你组成了 这个内侧种树的上升部分 上升值 是吧 然后这个是下降值 是吧 这个不到了动眼 滑车 外载神经核吗 这个不到了 副神经核和前脚运动神经元吗 那么 所以它可以实现 眼球运动的协调 和眼球运动与 近步肌肉运动的协调 所以呢 我们这里解答 这个永久小姐夜 是维持平衡 协调眼球运动的 这样的功能 这个就是所谓的前庭小脑 永久小姐夜的功能 那么 第二部分呢 我们叫做脊髓小脑 也叫做旧小脑 刚才那叫原小脑 这个是旧小脑 也就是说 发生上它比那个要新一些 但是 还仍然叫旧小脑 因为一会儿 还能提到有个新小脑 是吧 这部小脑是指哪呢 大家从这个端端来看 这是眼部 然后这是半球的 那么我看 这部分所谓脊髓小脑 就指这个眼部 这个眼部 再加上 这个半球当中的 这个内侧的部分 就这部分 内侧的部分 靠近眼部 这个部分 这么具体说呢 就是这个顶核 球核 酸状核 顶核 顶核和球核 不是叫中间核呢 所以这写的 顶核 球核 酸状核 对吧 这些部分 都被称为叫 脊髓小脑 总体来说 大家应该 也知道 它是靠近小脑内侧 这部分 叫脊髓小脑 说它为什么叫脊髓小脑呢 它跟脊髓关系密切 它怎么跟密切呢 大家从这个图上 我们看一看 从这个表上 我们知道脊髓外上行 有脊髓小脑枪后树 通过了下角和上角 到达了小脑 这时候就到达了小脑的眼部 到达了小脑的顶核 还有这个中间核 这些核 你们看 从这上看出来 从这个眼部也好 顶核也好 它发出来的响维 可以到前庭神经核 到脑杠网状结构 从这些核团 发出来到脊髓去的前庭脊髓 网状脊髓 对吧 那中间核就发 它可以到对侧红核 从红核发出来 到红核脊髓 它可以到对侧大脑皮子去 脾子脊髓测树等等 是吧 那具体说 如果是还脚的不干啥 我们看一下 这是小脑 小脑当中的这个地方 它画的是脊髓小脑 这个脊髓小脑 首先我们能看到 它接受 从下边上来的脊髓小脑数 这个 那不管是前数后数了 都到这个脊髓小脑 然后这个脊髓小脑 这个就到了这块 这是中间核 球核酸状核等等 顶核 要从这核发来 到这去 这是前庭神经树 到这去 这是网状结构 前庭神经树和网状结构 都下行前庭脊髓术 网状脊髓术 这不是到脊髓去吗 对不对 来控制脊髓 钢神经树 对吧 所以呢 它是跟小脑关系密切 还有呢 从这个 这些核发来以后 可以到对侧红核去 甚至可以到 背侧修脑去 然后再到大脑P子去 然后从大脑P子 可以发出来 P子脊髓测数 一直到脊髓去 对不对 那么这些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表上这些 这个因为跟脊髓相连 所以它可以 它最后还是到 嘎巴生经园嘛 所以它是控制脊髒力 控制脊髒力 协调脊育运动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这些核啊 都是属于脊髓外系 脊髓外系 它不就是为了保证运动 准确协调吗 那它必须得有一定的脊髒力 不能高也不能低 对不对 脊髓的协调 这样运动才能做的漂亮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脊髓小脑的功能 脊髓小脑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这块呢 提到脊髓的小脑啊 控制四肢的躯干 主要还是四肢脊的激张力 协调极有运动 它的作用是这个 好了 第三部分呢 我们讲这个新小脑 也叫大脑小脑 大脑小脑 这个大脑小脑呢 又属于 这个在发生上最新 所以叫新小脑 它是什么地方呢 是刚才我们说的 原小脑 前庭小脑 旧小脑 脊髓小脑之外的部分 那主要的是小脑半球的外侧部 加上这个齿状核 就是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叫大脑小脑 它干什么的呢 跟大脑联系密切 所以它叫大脑小脑 它是控制上下肢肌肉的随意精确的运动 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从大脑坯子的广泛去 还是先看这个图吧 大脑坯子的广泛去下行的响微树 这个下行响往下来了 到哪呢 到这个脑桥核 看到没 这是脑桥核 这是脑桥 脑桥核发出响微脑桥小脑树 看到没 到大脑小脑了 包括到齿状核了 到齿状核 到皮肠 然后到齿状核 齿状核发出响微 你看看啊 到哪 红核 对策红核 到丘脑 进而到大脑 大脑再发出 脑子几岁测树 怎么办 是吧 它是这样的 所以从列个表以后 你是这样 大脑脑子广泛区域 就是额 顶 捏 枕 下行 叫额桥树枕 捏桥树等等 到桥核 脑桥核 脑桥核发出 小脑响微 到小脑半球的外侧 这不就是大脑小脑了吗 进而可以到齿状核 从齿状核发出响微 可以到红核 形成红核几岁测 可以到被侧球脑的 浮外侧核 然后到大脑运动区 再通过大脑运动区 下行的批子几岁测树 到几岁去 这个是管 红核脊髓树 管精细运动 伽摩森树 当然这个是水体树了 所以它可以控制四肢肌的精细运动 它这个作用跟大脑相关 所以叫做大脑小脑 所以从总体上来说 我们这样总结了以后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把小脑的功能做一个总结的话 小脑它就具有这么几个功能 一个是维持身体平衡 这个就不用说了 通过熔球消解液 大家都这回能理解了 所以我们不学义 也都知道小脑是管平衡的 它是怎么管平衡的 什么地方管平衡 最后我们知道了 为什么能管平衡 是因为熔球消解液 对吧 它跟千斤神经核有关系 千斤神经核呢 跟平衡 然后千斤神经核发出响 最后可以到脊髓前脚 感受身体安全 这是一个 第二呢 我们看到脊髓小脑 那明显主要是调节激张力 对不对 所以小脑小脑又有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激张力的调节 啊 张力状态怎么样 反映了小脑的功能 对吧 小脑的功能 所以呢 我们的随意运动 能否准确 啊 协调 主要看激张力 对不对 啊 协调骨骼肌的水运动 啊 所以呢 这个整体来说 啊 对一般的人都知道 小脑最主要 是管身体平衡和激张力的条件 啊 嗯 运动的 协调 所以呢 它水伤以后 不会引起水运动的丧死 不会引起瘫痪 但是 它会引起激张力的改变 引起平衡的障碍 对不对 所以呢 小脑水伤以后 有这样的表现 一个是平衡失调 特别是 原始小脑 也叫古小脑 啊 古小脑的水伤 就是永久小爷爷的水伤 出现平衡失调 啊 如果是旧小脑的水伤 脊髓小脑的水伤 出现激张力的 低下 是吧 嗯 然后呢 共激运动失调 共激运动 如果不太好理解 就是协调 是吧 要协调 说走道 要走的比较稳 比较漂亮 啊 一步是一步 爱卖奶步 该卖奶步就卖奶步 是吧 这个都是属于共激失调 所以小脑水伤以后 会出现共激失调 那就像 这个喝醉酒的状态 叫做醉酒状态 或者叫麦山步态 是吧 这都是由于小脑水伤 所造成的一些表现 是吧 所以呢 在临床上 小脑水伤啊 应该说也不少 但是呢 现在比较遗憾的是 治疗的办法很缺陷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好治理 啊 那么但是呢 我们从理论上 应该了解 小脑水伤 为什么有这样一些表现 啊 这个就可以了 啊 总体来说 应该说在脑的各部当中 小脑啊 应该说是 是比较最次要的啊 大家做个一般知识的了解就行 但是这里边有几个 呃 重要的东西要注意知道 特别是小脑扁桃体 位置啊 要注意看看啊 啊 容求小解液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结构啊 要知道它是整个事啊 啊 至于这个 按照机能上的表现 它这个想法联系 那么 大家做个一般了解一下 这些说这些想法联系 是为了大家理解 小脑为什么具有啊 刚才提到的这些功能啊 为什么能维持平衡 为什么能 调解脊脏力 能协调脊游运动 是吧 大家能理解这些 那就可以了啊 这个 我们这 这次课啊 就讲到这里 是吧 好